哈囉,大家好,謝謝你們點開這部Youtube影片 非常的興奮,今年種植的蘋果 似乎可能有結果了 今年結的果非常的多 有一點點的小開心 不確定之後真的可以吃到蘋果嗎? 因為我發現蘋果現在已經開始 有螞蟻,看一下螞蟻 蟲開始在吃蘋果樹 非常的擔心 因為有一年我的蘋果樹就是 全部受到蟲的侵襲,白色的蟲 全部的果實都沒有辦法繼續的生長 那今年不確定是否可以吃到蘋果 至少記錄一下現階段的成長過程 這顆蘋果樹是之前的房東種的 他送給我的禮物 非常感謝他送給我這顆蘋果樹 那有人問我說蘋果樹的價錢在英國 大約是多少錢?大約就是50磅左右 所以相當於台幣2000元左右一顆蘋果樹 當然也是有分不同的品種以及不同的大小 我看到目前的價格大約就是借在這個價格左右 如果有人想要種植蘋果樹 買蘋果樹的話 歡迎到英國園藝中心去問更專業的人員 他們會提供你更詳細的資料 之前也拍了很多支影片 關於布里斯多外圍園藝中心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開影片 欣賞英國園藝中心 超級多的蟲都長在蘋果樹上 螞蟻、蝸牛 現在要把它移開蘋果樹 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禮拜讓我覺得很開心的事情 是我種植的薰衣草 這是我第二年種植的薰衣草 蟲小小的一撮 如果是長期收看我影片的應該知道 本來是很小的一撮 然後現在越長越大 那有些人很不喜歡薰衣草的味道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薰衣草的味道非常療癒 那之前我也有拍YouTube影片 小小的介紹薰衣草 以及英國的薰衣草園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點開我之前的YouTube影片 那之前我也拍了一部影片 關於如何做薰衣草餅乾 那可能這個禮拜如果有空的話 我可能會來做薰衣草餅乾 因為這禮拜實在過得太充實了 這個是另外一株薰衣草 今年也長得非常的美 很感謝就是我自己 今年花了更多時間在照顧植物 就是拔草除草 檢查是不是有蟲子在植物身上 熬水每天都照顧他們 今年呢植物長得非常好 那謝謝這些植物 教導我更溫柔的對待每一個生命 我覺得這是在英國第一次封城 第二次封城 以及現在疫情不是很美好的時候 種種花草 種一些簡單的菜 例如說是胡蘿蔔都好 就是讓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個調劑的作用 那藉由親近這些花花草草 讓我覺得人生更有一些些的意義 這不是什麼心靈雞湯 這就是一個自我調適強大壓力 以及工作強度的方法之一 再來是要分享我種的梨子 這是我第二年種梨子 終於結出果實了 但是也不確定今年可以吃到梨子嗎? 因為果樹聽說都要種三年以上 才會真正可以吃 可能可以吃啦 但是就是很色吧 我也不確定我今年可以用自己種的梨子樹 做梨子果醬嗎? 不確定 那這個梨子樹的價錢一顆 我當時買的是24.99 大約就是台幣1000塊左右 本來打算只買一顆 所以我賣梨子樹的人跟我說建議買兩顆 這樣子兩顆才可以互相的幫助 互相的照顧 然後後來想想這樣也不錯 買一顆的話好像蠻孤單的 所以我後來就買了兩顆梨子樹 剛剛把這個花種在薰草附近 今天天氣超好的 先來種哪一個呢? 先種這個好了 把它拿起來 喔喔! 把折斷了 喔喔! 天啊! 還沒種就折斷 嗯 嗯 還不小心把器種一根樹枝折斷 嗯 所以種的時候真的要非常專心 那我現在先不要錄影片好了 因為我這樣子一手 拿手機一手種 真的沒有辦法很專心 一顆種下去了 現在要來種植另外一顆 我現在種好了 好像種的有點太接近了 唉呃 我是花園 小baby出吉聖 繼續努力學習種植花花草草 通常這些花後面都有介紹如何種植 剛才查了一下四虎仔家鄉台灣 這種花叫做吊鐘花 那吊鐘花有很多不一樣的品種 我還會把這個網頁的連結放在我YouTube的描述欄 原產地 紐西蘭 美洲高原 墨西哥 大西地 民國六十一年 台灣 自日本 引進 吊狀化 那在台灣的話 三陵溪嘉義縣 奮起湖 南投縣清淨農場 很常見 呃 那就來試試看我種的出來嗎 分享給有興趣的人作為參考 謝謝 很適合我這種 圓藝小白 慢慢的學習 那這個也是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我等一下會去查一下 所以很方便 學習 分享給有興趣的人作為參考 最近 在Corp超級市場 直到五月三十一號 有這種折價的 一二三四五五件商品 共是五磅 所以平均一件就是一磅 分享給有興趣的人作為參考 那如果是單件單件買的話 這個魚條就要1.8磅 魚排3.5 豆子的話1.5 薯條的話1.85 那冰淇淋的話1.80 但是如果你現在一起買這五件商品的話 每一件平均下來就只剩下一磅 所以五件五磅相當於台幣200元左右 分享給有興趣的人作為參考 如果你家附近有Corp超級市場的話 可以進去看一看 今天在Corp超級市場這個冰棍吧 一盒一磅 買來吃吃看 第一次買 從來沒有吃過 我覺得很有趣 剛好今天天氣滿熱的 在Corp超級市場買到這個有機的香蕉 98匹 這邊有有機土壤協會的標誌 然後一起打開來 好像打不開 要用剪刀 這個香蕉也沒有過期 今天吃也可以 明天吃也可以 他現在就做折扣了 所以真的還蠻經濟實惠的 我來講喔 大喜愛的相 bel